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就叫什么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简称就叫改革开放时期 那为什么这么简称呢 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改革开放的极端重要性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改造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那么在改革开放启动的进程当中 哪个事件哪个人物起到关键作用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端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咱来介绍一下这个全会 召开的时间1978年的12月18号到22号 那全会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个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就是把两个凡事的方针给它否定了 重新确立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制造思想 接下来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就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刚这个口号 把这个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组织路线上呢最重要的成果 就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然后党界上开始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 提出一个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个任务 然后历史的是非问题 就把一些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 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进行了审查和解决 所以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呢 就是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所以从三中全会开始 中国开始了叫一个转折性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从阶级斗争为刚 开始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从僵化半僵化 开始到全面改革 从封闭败封闭到对外开放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那有人可能提出疑问了 说你看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 就开了短短五天 那怎么做出这么多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决策呢 所以这要补充一个内容了 就是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呢 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 开了很长了 一个多月 从七八年的11月10号 开到12月15号 这个会呢 到最后闭幕的时候 闭幕词呢 是邓小平做的 12月13号做的 题目就叫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后来这个讲话呢 被中央明确定位 定位为什么呢 叫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这大家可以看邓选 明确这么说的 所以从这就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中央工作会议 跟三中全会之间啊 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他为这个三中全会 做了充分的准备 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所以一般来说啊 在纪念改革开放启动 纪念11届三中全会的时候 都要连同这个中央工作会议 一并给他纪念了 当然如果说为这个三中全会 做的准备啊 还可以再向前追溯 就从粉碎四人帮开始 一直到三中全会召开 这个两年多的时间啊 整体的中国的各种因素 就总体上来讲主流吧 都是朝着有利于全面 改革开放这个方向发展的 所以都是为改革开放 来做准备的 比如说啊 像粉碎四人帮呢 就是给历史转折呢 提供一个政治的条件 邓小平开始复出了 其他的一些老干们 也开始恢复工作了 就开始为改革开放 做了组织的准备 真理标准讨论啊 突破两个凡事的束缚啊 这就是提供思想前提 就这些非常多了 所以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的历史上 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这是一个关键的定位啊 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前 大家知道是遵义会议 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伟大转折就是三中全会 所以以这个全会为标志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咱们前面提到的 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所以咱们在提到 改革开放启动的时候 明记哪次会议呢 明记三中全会的历史攻击 但是咱们前面讲到 中央工作会议给他做准备了 然后十字人帮被粉碎之后 那两年实际上也在做准备 所以咱们也不能忽视 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讲了一个会议 接下来讲一个人物 所以如果提一个问题 如果只选一个对改革开放的启动 贡献最大的历史人物 你认为应该是谁呢 毫无疑问 就是邓小平了 习近平在讲话当中 多次提到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的功绩了 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 当年邓小平同志 指导我们党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 是英明的正确的 邓小平同志不愧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特别强调了一下 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 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 然后呢 比较近的博鳌亚洲论坛上 习近平又这样说了 说向这个来宾来介绍改革开放嘛 他就讲1978年 在邓小平先生的倡导之下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 所以呢都是凸显了 当然也是符合事实的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启动当中的 别人无法替代的一个关键的地位 咱们来总结说 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启动呢 可以很多的角度了 咱们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吧 有个提法叫 改革开放是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 对什么的觉醒呢 一个是对过去历史 一个反思的觉醒 一个是对现实国情认识的觉醒 那这个在反思当中 邓小平的反思和认识是最深刻的 先看他对历史 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 就是改革开放启动的那个时间段 中国呢是经过了十年的内乱 是经济逼于崩溃的边缘了 老百姓温饱都成问题 所以面对这样的形式呢 三中全会之前 邓小平就对文革这样的社会主义进行反思了 他呢在反思当中强调了生产力标准和改善人民生活这两个方面 你看他说的话多尖锐啊 除了他还有谁敢讲这么尖锐的话呢 他说怎么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呢 什么叫优越性 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 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 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 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然后他就讲了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 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 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外国人议论说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 我们要注意这个话 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 你看这个邓小平啊他提了一连串的问号 实际上呢就开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问题 进行重新的粉丝和探索 那结论是什么呢 就社会主义啊绝对不能像文革那样搞下去了 要走一条新的路 那新路是什么呢 那实际上就是说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呢 邓小平也是比较早的 在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那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改革要开放 那他在谈开放的时候啊 这语句也是非常的平实 而且实时上是非常的在当时人来讲 除了他很少有人敢说的这么深入的 他就讲了说我们中国啊 在历史上对这个世界是有过贡献 但是呢长期停滞发展很慢 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说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啊 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被叫做重阳媚外 现在大家明白了 这是一种蠢化 我们呢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 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 说关起门来固步自封 夜郎自大 是发达不起来的 然后说你们为我们实行开放政策 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 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 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制定新的政策 然后对改革他怎么说的呢 也是三中全会之前说的啊 就是各个经济战线 不仅需要技术上的重大改革 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 你看那时候要提制度上要改革 像都容易被人给歪曲为 要否定受主义制度 所以这个呢说的还是力度也是比较大的 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 邓小平说了那句非常有名的振聋发聩的话 他讲什么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受主事业就会被葬送 所以说这些话可以体现出邓小平当时 他是具有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的 具有准确的把握人心所向和时代潮流的 这种深刻的洞察力 所以呢是邓小平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 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那我们常常说啊 说这个实行改革开放 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个时间段 这种选择叫什么呢 叫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这可不是套话啊 那你怎么理解呢 他为什么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呢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 再见